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很高兴大家来报名我们今年的研究攻略营 我是焦大志工谢老师黄俊龙 今年二月的时候就是到图书馆里来服务 然后来办这个活动 刚开始办这个活动的时候 因为是第一次办 所以有点紧张 所以就跟同仁们在安排这些活动 然后办一办突然想起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在邀请演讲的教授 还有活动的时候 就想到自己念博士班时候的情境 我借我博弈的时候 跑去找了指导老师 说老师那个论文应该怎么看 然后老师讲一句很玄的话 他讲他自己 他说我当年就是一个礼拜 就花一个下午 到图书馆里面安安静的坐着 灵感就如泉涌般的跑来 还好当时我没有相信这句话 不然我可能到现在逼不了夜 所以事实上作业就是 某种部分是有一些 需要灵感 有一些部分是有方法的 这样子 那所以 不过当时因为图书馆没有办这个活动 所以我自己花了一段时间来摸索 那第二个想到的事情 就是当我一回神来之后 觉得我应该叫我的学生来报名 结果额满了 所以我的研究生们都没有办法来 所以各位同学们能够参加这个活动 我觉得对同学们日后的研究 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样子 那么我们呢 活动一开始 我们先请我们的那个 黄培区黄副馆长为我们大家 说几句话这样 那么来欢迎黄副馆长 同学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人参加这个活动 我们今天是第三年 那前两年办的这个活动 同学反应非常非常热烈 然后我们很希望多办几场 但是因为经费的关系 还有一些人力上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方法是 把过去上课的内容都放在网路上面 那今年非常难得又请到彭教授 来为大家介绍 那过去他也讲过一次 那同学的反应非常的热烈 所以 今年我们又很荣幸的能够 请到彭教授来 为大家做一次的演讲 那刚才 黄教授已经 我们参加组组长黄教授 已经算简单 讲一下说 他过去做研究的那个过程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一样 那我在做研究的时候 其实 那时候我觉得花了非常非常多功夫 去找寻的就是参考文献 那过去其实 找参考文献是很不方便的 也就是没有电子的环境之下 那现在 在座各位已经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些工具 在这里我提供一点点的奖品 刺激大家 是不是了解我们图书馆里面 很好用很好用的工具 第一个工具是 过去我们参考文献 在找寻的时候 阅读了一篇文章 阅读完之后 看到文章里面介绍哪一篇文章 也很有相关 我们就要到后面的 他列出来的参考文献上面去找 那找到之后 发现读书馆没有 我们还透过什么 自己跑去 自己读书馆没有 我们之后我们怎么办 我们的读书馆没有这个期刊的资料 在座同学有谁知道 如果我们读书馆没有的话 要怎么办 管机的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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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机合作 怎么申请 要到他们合作的 学校的读书馆去填写一些表格 然后读者的什么同意书之类的 然后就可以借 我们参考组同仁 我们参考组同仁 有没有这个答案 对不对 还可以喔 好好来来送奖品 管机合作 管机合作 管机合作在我们 大家鼓掌一下吧 这位同学很有概念 图书馆 不大可能 所有全世界的资料都在我们图书馆里面有 图书馆没有买的 其实我们交大图书馆 每一年花了上亿的经费 去买期刊跟资料库的这些资源 所以大家在交大练研究所实在非常非常幸福 但是有很多的资源 没有办法全部买期 怎么办 透过管机合作 在我们首页上面 有一个管机合作 我们请孟景帮我们按一下 管机合作 所以同学只要记得 不管大家未来到国外念书 到全世界各地去念书 在求学过程当中 甚至已经毕业了 找资料找不到 只要你记得一句话就好 找资料找不到 找谁 图书馆管员 图书馆管员 就没有错了 找图书馆管员的 他们的参考管员 每个图书馆都有参考管员 所以也希望大家记得这句话 只要找不到资料 就上图书馆 找谁 图书馆的参考管员 那未来大家工作了 或是已经组成家庭了 带小朋友去公共图书馆 一模一样 要找资料找不到 找谁 问图书馆管员就对了 这个终身享用 像我现在有时候资料找不到 还是一样教导小朋友 去公共图书馆 去找图书馆管员 去问书方在哪里 资料怎么找 好 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图书馆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工具 大家写论文一定会用到 我们过去 在做研究的时候 找到自己写论文的时候 找到非常多的参考文献 但是这些参考文献的书写的格式 不一样 可是我们的指导教授要求说 参考文献上面的写法要一致性 要一致性 空白 名字要 缩写要怎么写 然后所有的文献都要一致性 但当我们博士论文 写的那个参考文献 花了快一个礼拜 指导教授改了六七次 所以多一点少一点多一个 多一个空白件少了两个冒号 期刊的那个刊名写错了 改了非常非常久 现在大家很幸福 现在大家有很好的工具 大家知道什么工具可以整理你 论文里面所有的参考文献 而且非常非常方便 只要按个钮 他就把文献里面的书目资料 汇到他的软体上面去 大家知道这个软体叫什么 请举手一下 Endnote来做 也就是我们一直在推 所以 读出来 花钱买的 大家在这里用不用钱 在学校用不用钱 他有单机版 他有网络版 非常非常好用的工具 所以请大家在研一的时候 就把这个工具学会 以后你炎二写入文的时候 就会非常非常方便 当然它是一个工具 你也不要太相信它 因为它处理中文的能力 还没有那么好 除了Endnote之外 其实还有 现在网络上面有一些免费的工具 也很好用 这是一个起点 是让大家先把工具学来 大家可以到读书馆上面去看 是一个Endnote Endnote的工具 非常非常好用 最后一个问题是 我们现在找资料最常用的一个资料故事 最常用的一个资料故事 我找到了一个核心的paper 也就是我要研究这个领域 核心的paper 那我看了这篇之后 我现在想了解这篇文章 被谁引用 他引用了谁 后面文章paper上面会有参考文献 会知道 但是我们又要知道这篇文章被谁引用 所以一个引用的资料库非常非常好用 其实读书馆有两个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有谁知道 请举手 引用的资料库 它其实是一个引用的资料库 也就是说 你只要找到一篇核心的paper 你可以往前推这篇paper 就是他引用哪一些文章 然后过了几年之后 这篇文章 你有可能找到是2000年的文章 现在是2011年 那这11年的当中 被谁引用过了 那你就知道说 你做这个研究 你觉得这篇paper跟你做的研究非常相近 那你就知道说过去被谁引用 你就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些文章 跟你研究很类似的文章 所以你只要找到一篇 就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篇 大家知道这资料库是什么吗 Google search Google search是在Google scholar上面 那一篇是有的 Google scholar是有的 Google scholar 也算 答案也算对了一点 但Google scholar是不用钱的 免费 看我们也 还有没有同学 在图书馆上面 SCI SSC 答案就在上面 答对了 来 请同学大家回去用看 scopus上面也可以 那两个资料库 我们要拉到这上面来 你只要找到一篇核心的paper 跟你做了研究 非常非常相近的paper 一个核心的paper 你就可以知道 往前往后相关的paper有哪一些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资料库 请同学多去利用 我在这边推销也是因为 这种资料库非常非常昂贵 真的是非常昂贵 那请大家多多利用 好 我今天就到此 欢迎今天大家能在这里 一天的研席能够满载而归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 我们今天的第一场演讲 那我们第一场演讲 邀请到的是 清大东京系的彭明辉教授 那彭教授他非常有名 所以应该不用我再多做介绍这样 好 那我们就来那个 掌声欢迎彭教授 我演讲都有一个习惯 我需要了解 听讲的人的跟我之间过去的 关联或者说背景 这样我比较知道我演讲的重点 所以我想要了解 各位有可能要出国进修的警局少 非常非常少 台湾这些人好像很少人出国 我一直不是真正了解原因 好 有看我网路上面 有这一篇文章 已经看过的人 请举手 不多耶 好 谢谢 不小心闯进来的人 请举手 我网路上面那篇文章 其实在大陆的流传 远超过在台湾 我一开始贴上我自己的实验室 大概过了一年 北京有所谓的五大高校 包括北大清华 然后北京师范大学 然后其他我念不出来 北京五大高校博士班学生 自己办了一个研讨会一天 就讨论我那篇文章 到现在我学生毕业到大陆去出差 不小心跟人家聊天说 我指导教授叫彭明辉 人家会说 真的喔 你跟了他喔 一副很羡慕的样子 也是因为这篇文章 我另外一篇 网路上比较有名的文章 人家不太知道它的title 叫困境与抉择 不过那是另外一件事 学术界跟我绝缘的常常是因为这篇文章 我们系从来没有邀请我做这个演讲 清华大学从来没有人邀请我做这个演讲 学术界的很多人以为我们都会查论文啊 当然每一个人都会查论文 每个人都会读论文 尤其Google Scholar 其实我现在都是用Google Scholar SCI我已经不使用了 我是在1982年当硕士生 1984年毕业 那个时候台湾的物资贫乏 你们很难想象我们那个时候是怎么当研究生的 我现在学生已经有好几届了 常常被我骂 那个reference全部都是IEEE 有一段时间还没有Google Scholar的时候 所有的reference一定都是IEEE Juno paper conference paper都不分 绝大部分都是IEEE conference paper 我问他们为什么 因为坐在实验室就可以下载 那个时候电子期刊还不发达的时候 最早可以电子下载的就是IEEE 他们就懒得去图书馆 所以他们难体会我们当时物资贫乏的时候 是怎么样子做研究 我会对台湾的学术圈内的 为了要钱要地不择手段 那么样子的生气就是因为 我在1982年当硕士 我们物资那么贫乏的时代 我觉得我们做研究的资源非常够 够到什么程度 我先讲我们物资多缺乏 我们那时候查所论文只有一本东西 叫做EI Engineering Index 没有像你们刚刚这样一大堆在网路上 Engineering Index 然后查论文是什么 就要进到图书馆 我研究生的时候台湾已经算蛮进步 我大学的时代 图书馆是很不进步的地方 我们去图书馆非常像是探监 到图书馆书柜一大堆的书卡 然后找出你要的书卡 然后填写借书单 你看连你们黄教授都听不懂了 开始有点神有起来 那是很古老时代 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然后填一个书卡 然后在图书馆 然后你就敲敲门 然后有一个小姐 有一个很小的窗口 像银行那个怕人家抢一样 一个小窗口有一个头伸出来 那你把书单给他 然后他去找了老半天 然后他找到一本破破烂烂的书借给你 这就是你借到书的方式 后来我们可以进入图书馆里头 那个是已经比较后来的事 叫开架式图书馆 已经很进步了 但是我念硕士的时候 已经是开架式图书馆 我们查期刊 还是要去查那个 Engineering Index 它就是一本厚厚的书 每一个Juno paper 它只有一个做 只有Juno paper的名字 它的source source全部都是缩写 然后作者名称 很小很小的abstract 你根据这个有限资讯 你必须要判断 你要不要去把这篇论文找出来 如果你想要把这篇论文找出来 你当然不是直接拿着Engineering Index 到书架去 你们稍微耐心 我虽然讲古老故事 我打个岔 讲古老故事 是要让你们知道 有时候工具越发达 人越笨 我这一套检索方法非常发达 你今天听完你就会知道了 你想象不到可以这样查论文 但是我能够发展出 这么好的查索方法 因为我们以前太辛苦 然后我又太懒 所以我得要想一个办法 非常有效率 那我得要跟你讲那个环境 我们需要把这个 你如果拿着Engineering Index 你要去找到那个书本 我们那个时候都是paperback 你要去找到这个hard copy的位置 你可能要绕好几层楼 这绝对不是办法 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做法是 Engineering Index找到要用手抄 一篇一篇论文抄 抄了一堆 然后再到楼下 到处不同 放在不同的书架上 到处去把它找出来 找出来以后你要决定 要不要Engine Engine在我们那时候是很贵的 Engine完了以后回来 以菜鸟而言 我问过我一个学生 跟过我的 我问他 你印论文回来 五十篇里面 最后真正成为你研究依据的 对你有影响的 五十篇可以有几篇 一篇 浪费的不是影印费 你要读完五十篇 所有读五十篇的事情都浪费掉了 所以 第二个情况 我为什么要去写这一篇 我还碰到更惨的情况 我一个博士生非常优秀 那个是台湾第一届 硕士班可以直升的 一个班级只有四个学生 清华大学那个时候是 甲族排行榜第六志愿 很顶尖的学生 给他一篇论文 读了一个礼拜说 老师我还读不懂 我知道他很认真 没关系 学生有时候学习就是要尝试错误 错得越冤枉 学的时候印象越深刻 轻易得来的东西 不懂得珍惜 印象也不深刻 用起来也不会灵活 没关系 过了 每个礼拜我就是要meeting一次 一个月后 老师我那篇还没读完 我就知道大概 菜鸟都会发生同样的事 越认真的菜鸟 犯的错误越严重 我就说 轻描淡写问一句 好 你一共读多少论文 老师我已经读了三十几篇 我第一篇还没读懂 每一篇论文后面有十几篇reference 每一篇都拿出来读 第一篇读不懂 十几篇拿出来变成十几篇读不懂 十几篇读不懂以后 每一篇的reference 再拿出来读 已经读了三十几篇 没有关系 反正是要训练 练习英文也可以 再过去 再一个月回来 我说你第一篇读懂没 老师还没有 我说那你现在读多少篇 老师我已经读一百多篇了 我说你接下来怎么办 老师我想要去数学系修一门课 因为他已经借了好几本课本 他也看不懂 如果你不会查文献 你不会读文献 你发生的事情就是滚雪球 每一个paper后面就是一堆的reference 每一个paper后面就是一堆的reference 我不知道你们老师怎么带你们 你们其中一种最可能发生的事情是 找学长 这篇读不懂就问学长 所以我已经非常多年没有老师 愿意请我当硕士学生口识委员 因为我都照英国人的习惯 英国人的习惯你口识一个人 你一定要把他论文所有的错 全部都找出来 否则就表示你不负责任 然后要把他所有有疑问的全部要列出来 所以我的博士论文请别的老师帮我看 我请了三个老师 每个人给我这样厚厚一点 没有一句好话 我蛮习惯的 台湾的学生的硕士论文 我所看到的绝大多数 我到后来其实我很不喜欢当硕士论文口识委员 我签那个字真的我签不下去 我受到的学术教育不是这样子的学术教育 整个论文从头到尾 全部都是学长硕士论文 后面加了几篇menu 然后再几本课本 然后剩下的reference 出处错 各种format的错 什么都有 然后你听他谈完 问他两个问题 你就知道 学术期刊论文都没有去念 没有能力读懂学术期刊论文 很多学生喜欢这样的实验室跟老师 他们的术语叫做 那老师超造的 对你不好 不管你拿了什么样子 再好的名声的学校的学位 在业界 业界常常说我们不是慈善企业 他也不是来讲述学术研究的 不管你的学历有多好看 你的学历在业界只有三到五年的用途 如果你已经毕业五年 你还在口试第一句话跟人家讲 我是剑桥的博士 人家就知道你没有料 你已经五年了 告诉我你完成什么 不要再跟我讲 我的指导教授是诺贝尔奖得主 我指导教授是皇家学院院士 就是你没有料 你要有的就是能力 学术文献在台湾这样的环境下 它有什么用 待会儿讲 我们先看一下 为什么我现在回到台湾的背景 不讲国外 台湾的背景下 为什么要学会学术文献的回顾跟分析 我们来看 第一个 从跨国际的学术的惯例 学术研究是什么 绝对是不能闭门造居 我通常都跟学生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 我不管你是硕士还是博士 你的论文一定会被问 应该要被问一个问题 不管是直接问 还是迂回测背的问 你认为你的论文研究的贡献在哪里 贡献定义其实非常的简单 不管你是哪个学科 你论文所呈现的所有的每一句话 加起来的知识的总量 扣掉 你毕业前 该领域已发表过的所有文献的知识的总量 不是你阅读的 该领域所有已发表的都要扣掉 剩下叫你的贡献 所以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 你毕业的时候 我如果是你的口试委员 我读完我只告诉你一句话 某某某你的论文的题目 跟我看过的一个journal paper 研究完全一样的问题 只不过他的适用范围比你广 请你告诉我 你的论文的方法 能做什么事情是这篇论文做不到的 如果你回答我 我说老师对不起 我从来没有查过这篇论文 口试结束 有良心的老师到这里口试就该结束了 当然在台湾是另外一回子试 老师就开始打圆场 这叫很造的老师 所以你如果照认真的学术研究惯例 你要不要学会文献回顾 你要小心喔 你设定一个题目之后 跟你题目相关的所有论文 你全部都要找到 如何找到 这个是老实讲 可以叫做很难的问题 你如果认真问你的指导教授 而且他诚恳良心话跟你讲 可能很多老师没有把握 但是我得跟各位说 我说二毕业的时候就碰到这个案例 我们说是班 当年是很不容易考进来的 就有一个 当时被认为是明星学生 一个打击 从此以后失去信心 他毕业的时候 口识委员不留情 照学术界的规矩告诉他 你这个论文 就在去年人家已经发表了 而且真的跟他指导教授说 凭我的学术所受的训练 我不能给这学生毕业 你没有看过 It's not an excuse 这是学术界的规矩 你就是要找到 你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所以我在剑桥大学开学典礼 一共 校长没有来 只有工学院院长来 院长一共只讲了 这么简单一句话 Welcome You are here to push back the frontier of existing knowledge Should you have any question in this regard Please knock our door Any question 你们到这里来 就是要把知识的边界往前推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 就敲我们的门 还有没有问题 这就是我从头到尾全部的开学典礼 非常清楚在告诉你 什么叫学术研究 你既然要把具有知识往前推 你就要在你设定的题目范围内往前推 所以你说是你会做文献回顾 其实你就会写硕士论文 你们最重要就是要写出一篇硕士论文 我自己过去在给学生去念的时候 我的重点就是缺述文献 不是搜寻而已 要分析 要评断 有很多的东西要做 我后面会慢慢一个一个讲给你们听 所以你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把这些东西找到 这是国外的故事 在国内假如你硕士毕业或者博士毕业 你要在台湾的产业界就业 你得到这个能力对你有什么用 非常有用 我们看一下台湾产业界的事实 我帮产业界做过顾问一段时间 台湾有一台在国际上还算有名的机器 它最核心的技术就是我帮他们开发的 最核心的技术 它的核心技术是我开发的 我给它的技术的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国外的学术论文 我这一套方法底下要讲的东西 不是空口说白话 它让一个公司变成世界第一 他们找到我的那一年 全世界有三家公司生产那个机器 第一名已经做了三十年 他们跟我合作的满一年以后 我们接到第一张订单 他们跟我合作满两年的时候 第一名退出市场 台湾的产业界的现实就是这样 做任何机器 不管你做得好不好 不是不管你做得好不好 不管你做得再好 要好能用才能卖得出去 你做得再好 甚至你做得比国外还更好 你价钱就是只有国外货的一半 这个就是brand 为什么人家要去抢brand brand就是这个意思 你没有那个reputation 我不知道 我买你的东西就是一个大的风险 所以那个风险值一半的价格 先杀掉一半 你的性能至少要接近 我做的这个产业叫 AOI Automatic Optical Inspection 用影像处理跟人工智慧的技术去检验半导体的所有的产品 做瑕疵检测 这个产业 这个产业 机器要卖很简单 第一名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第二名就要做到什么程度 否则你就不要卖 所以你的性能要跟人家接近 但是你价格只有人家的一半 因为这样 而台湾的老板基本上风险控管的能力非常的差 有太高比率的老板 没有高科技研发公司的经验 不是太多的 绝大多数 所以他们都是看到市场出现 订单到手才开始做研发 所以我跟这些老板每次问 他们要我开发一个技术 我问多久 三个月到半年 从来都没有更多的 你要追赶别人多长的时间 我刚刚讲的案例就是三十年 不要说不公平 不需要谈这一句话 It's reality 如果你要再谈别的 那个叫the reality 超现实主义 台湾被全世界跨国公司 压迫到这么样子压迫的程度 如果我们的研究发展的方法 却是比照美国的方法 所有公司全部都被你玩倒掉 因为你如果用美国的方式来开发产品 你成本就跟它一样高 我们需要去弄清楚一个根据 我们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怎么做 我们需要找这个恶劣环境下 对我们有利的要件 第一 台湾生产的东西 基本上都已经是世界上有人做的 除非是人家不想做的 因为污染太严重之类的问题 否则我们基本上就是后进国 已经有人在生产了 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一样 学术界的进展 一定领先工业界 通常不同产业情况不一样 通常领先5到15甚至20年 第二件事 产生一个产品最难以突破的地方 通常是学术界突破的 第三件事 学术界的东西除了有专利保护之外 它叫做public domain 公共领域免费的 所以你可以这样想 老板给你一个job 你要开发一个产品 你这一群人所有知识加起来 跟要完成这个产品 所需要的所有知识加起来 它有一个gap 你跨越了这个gap 你就可以deliver你的产品 跨越这个gap 两个最极端的方法 第一你聪明 所以你就当作你是孙悟空 天下第一人 前面从来没有任何人做过任何研究 你就开始埋头骨干就做研发 我不相信你会比跨国公司的研发团队速度快 如果学界的研究领先工业界5到15年 你从头研究起就代表 你很厉害也要5到15年后才能deliver 台湾任何一个公司给你这样完全倒 所以台湾的公司不做研发 但是如果台湾的公司不做研发 台湾永远都是代工 所以台湾必须走出一条路 叫做 人家5到15年完成的研发 我要再半年完成 那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现在的knowledge在这里 而完成它需要的knowledge在这里 你这个中间90%你要靠reading 靠阅读就把它解决掉 不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优秀博士生那种reading 给他一篇读到100多篇 最后决定要去数学系博士班修一门课 那开玩笑那个公司也是给你读导了 你要有能力从文献里头在最短时间内 搜寻到你所需要的关键的论文 以阅读最少的量 来完成这个task 所以真正阅读文献的技巧在哪里 不是比读的懂不懂 我等一下有一个境界说 一共有9段给你看 那个可以把它读完的 其实差不多第一段第二段 那个都在初阶啦 有办法用最少量的阅读 把关键的文献全部读完 比谁读的少喔 不是比谁读的多喔 读的尽量少 而且跟你的文献有关的论文 还没有任何一篇被你漏掉 这个才叫做论文献搜寻技巧 你们现在开始觉得有难度了没有 它是个学问 你如果做得到这件事 你开发的时间就会比人家短 我在建桥 两年内拿到博士 我的博士论文寫作 研究的开发过程 全部从头到尾 16个月 建桥工学院博士 毕业平均年限4年 我速度是比人快一倍以上 答案很简单 我在建桥两年 没有读任何论文 我出国前读的足以解决所有问题 我毕业前一个老师 私下给我一个口试 我的指导教授没有空看我博士论文 他用最懒惰 而且最保险的方式 解决这个问题 他把我送到一个他的对手那里去 他说 你去请教他 我原来不知道 后来他给我厚厚一点 然后最后用最初题的字写 It was nothing 我不回去我就找他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一个traditional approach 是一个对modern control 完全不了解的人的方法 我敢读你没有读过文献 这下把我搞火了 这个人是IEEE follow 我说这样 你后面有IEEE automatic control 公认最难的一堆东西 全部都是数学 我说你后面就有IEEE AC 随便你抽任何一个期刊 翻开来任何一篇论文 你给我念title 我告诉你他里面做什么 我告诉你他优点在哪里 我告诉你他缺点在哪里 我告诉你他缺点在哪里 我们黄皮肤他白皮肤 他本来就看不起我们 还敢这样挑衅 这不叫挑战 这叫挑衅 他就拿出来他就念给我听 我就直接讲给他听 然后就开始读 读完以后真的 再拿一本 抽了十几篇 手会抖 他说好 我们不用再玩这个game 一个礼拜以后 我在剑桥声明大招 有一个从不知道什么叫台湾 有一个不知道属不属于China的岸 I don't know whether it belongs to China 问他只要跟控制有关的论文他都读过 记得我刚刚讲的方式 我们当时非常贫乏的条件 绝大部分的论文 只有顶尖的论文 期刊我们才买得起 他问我的论文 我绝大部分都没有读过 但是我可以知道里面写什么 文献回顾厉害事 这个才叫厉害 我最近写了一本书 关于农业的书 台大农业经济系 一位教授 到我办公室来拜访我 我跟他说 你来拜访我对我来讲就是一种肯定 等于杰出研究奖 这位农经系的教授是台湾公认 农业经济第一把教育 我研究台湾农业问题 就是从读他的论文开始 但是最后我出了书 他来拜访我 请我到民进党去演讲 你会做文献回顾 你可以做到跨领域 人家还认为 你做的东西值得看 甚至一定要看 什么叫文献回顾 说好听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说难听叫做剽窃别人的创意 说具体一点叫做 妥善利用public domain的知识 缩短自己的开发的过程 有些学生去找老师 因为那个老师太聪明了 那就表示这个学生太笨 聪明是靠母亲在娘胎里面 帮你酝酿出来的 离开娘胎就不要再想办法 变更聪明 这是基本上我们 现有的医学尝试 如果你有能力打破这个医学尝试 你可以申请诺贝尔奖 我教学生从来不教他们如何 比聪明 你聪不聪明是你的事 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但我可以跟你比效率 所以整个国内的真正的关键 我们的学生必须要被培养出一个能力 才有办法帮助我们的产业 那就是他懂得 老板给他任何一个题目 他可以在最短时间内 做最小量的阅读 把关于解决这个问题 所需要的既有知识 全部吸收不只这样 后面我会继续讲 全部吸收完叫做出三段 一共有九段 你要读论文期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学问在那里 第一件事情你要弄清楚 论文期刊跟课本是不一样的东西 什么叫textbook textbook它是一个有组织的材料 每一个任何 你只要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是这种读法 那么你读到的每一个术语都前面有定义过 你记不记得是你家的事 但是他至少都帮你定义过 论文期刊 你读到的任何一个术语 你都不知道谁曾经定义过 才会有那一种 因为一篇读不懂 然后只好再读十篇 看会不会帮你解释前面你不懂的字 然后那个十篇又再各引十篇 这已经算是很好的情况了 你就可以读个一两百篇 然后最后承认 老师我真的不会读论文 课本所有你要读的都被组织过 论文期刊 回答一个问题 假如关键paper是15篇 15篇 是哪15篇 没有人跟你讲 这15篇 需要加多少篇 才形成一个对你而言 你的既有知识接得上去的阅读 没有人告诉你 就算有人老师给了你 告诉你一共就是46篇 这46篇 阅读顺序是什么 没有任何人告诉你 学术期刊论文的阅读的困难在这里 所以 你基本上 论文 课本叫做什么 self sufficient and self explained 论文刚好就是你把它前面加一个否定词 not self sufficient not self explained 就可以了 所以绝大部分的菜鸟进来论文是 第一个很难懂 每一篇都读不懂 你要自己去想办法跨门槛 然后你要自己去搜寻 有没有早期论文 你自己要判断 这是很困难的事 只要你做过Google的search 你就会知道 这年头最困难的不是有个问题 要找相关资料 这个年头最大困难是 Google search下去一堆垃圾 如何跨越那些垃圾 是一个非常困扰人的事 学术期刊论文一样 我们有非常严重的paper pollution 其实我蛮怀念以前那一种 紫本的时代 只有真正好的论文才有办法被发表 你就不用千山万水 这年头实在什么都可以找得到 你如果自己去分辨 值不值得念 我通常跟学生讲的一句话 conference paper就不要念了 有人说 conference paper是最新的 不要担心 人类知识突破速度没有那么快 不至于说去年发表的general paper 今年一篇conference paper 今年的conference paper是breakthrough 跟去年的完全不一样 没有那么严重 而且你基本上如果有去年的general paper 非常的棒 你就会知道就是它 你就可以用author index去搜寻 把它后来的东西找出来 你先缩短缩小你的范围 你应该要看general paper 还有一个重点 general paper写得比较好 conference paper写得不好 写得越不好越难读 我的学生很笨 每次都问他们 为什么你读conference paper不读general paper 他说因为conference paper比较少 只有六页 我说那个general paper18页 跟conference paper6页 讲同一件事 我问你 讲同一件事 人家讲16页 你比较容易读懂 还是讲6页 你比较容易读懂 当然是人家写了16页 比较容易读懂嘛 你干嘛去读conference paper 你看这又是个小trick 好 有很多专业的你要能够判断 好 下来 我就会强迫我学生要养成一个习惯 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人的改造 所以我带学生会带到学生跟我 学生报告讲到一半突然说 干 有人跟我 第一件事同学就是问他 摸摸他的头 你没有发烧啊 你为什么要找他呢 很折磨人 我跟他们讲一件事 我要花你两年时间 你跟我当指导 你跟我念 找我当指导教授 我要花掉你人生最宝贵的两年时间 我如果陪你玩 我真的对不起你的青春 我愿意带你 因为你离开我实验室 会变成不一样的人 但是 听过 五小小说讲的 一斤斤 伐毛洗髓之术 听过没有 要打通人毒二脉 就像功夫里头 要让火云学神打到不行 才有办法打通人毒二脉 我需要把学生所有习惯 全部都改掉 尤其成绩越好的学生 进我实验室越痛苦 因为他成绩好 是会读课本 用读课本的方式去读 文史 越认真 找的书本越多 想要上的课越多 永远没有完没了 所以我跟学生后来就讲一件事 没有问题就不准读 他就傻在那里 想清楚你的问题 因为当你有问题的时候 你就读得懂 老实讲 你general paper你读得懂什么 读得懂你有问题的部分 你连问题都没有 然后一读看到一个术语 然后把术语当问题 不可以 你这样就会一直找下去 你必须是一个 可以跟你的专业领域有关的一句话 譬如说 CMOS 如果拿来做3D的误题 它会有什么 优点 它会有什么缺点 这是一个完整问题 你有一个完整问题 你就会怎么样 把所有的论文抓过来 你就只回答这个问题 你一定要用你的理解的架构来组织你的论文 所以我常常跟学生讲一件事 你不要觉得你那么无知 你不要觉得你那么无能 你大学毕业了 大学毕业表示什么东西 你没有专业 你这个领域内 你不见得有足够的专业知识 但这个领域内 你已经有足够的common sense 你已经有能力揣测想象 发挥你的想象力 想出一个问题来 读论文就先回答这个问题 你永远是回答你的问题 你的理性思考 就会成为组织 这一堆没有组织的材料 唯一可依靠的 其实就是这个组织 有没有很像禅宗 第二个 不可以足行足夜的读懂 你可以足行足夜读下去 但不可以足行足夜读懂 其实最高端 不可以足行足夜读完 通常是怎样 我看一篇论文 title我就要判断我要不要继续读 删除法 看完title就删掉一堆 看了abstract再删掉一堆 看完introduction再删掉一堆 看完conclusion再删掉一堆 所以我一个认真跟我学的学生 只学了一年 因为他所有才转过来跟我 我问他 你跟我之前去图书馆 大概要读到一篇 你读完 而且觉得有用的论文 要先读多少篇 50篇 我说那你要毕业了 你现在大概是多少篇 影印多少篇里面 会有一篇要用的 5篇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它的效率变成10倍 聪明是不可能改的 聪明是不可能改的 但效率可以有惊人的增长 增长的方式就是 你没有能力吸收的东西不要读 你还不确定有用的东西不要读 你没有空读 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 你未来的就业的环境是怎样 三个月到半年 要估计一个产品出来 而且你的台湾的产业的情境 跟世界的产业情境是 产业一直在变 你一方面在上班 你还一方面要培养你的 五年后的就业技能 在台湾我已经看到很多人 五年前做的 五年后他已经换一个领域了 你还要能够终生累积新的能力 所以你要学会非常精准的判断 什么资讯什么时候读 好 所以你不可以组行 像学生时代读课本那样 组行组业读完 不可以 当你读了一定程度 你就要确定 这个是不是我要继续读下去的类别 你就要做分类 所以现在有电子期刊就好办太多了 我以前都是有一个档案柜 我读过的论文 其实我每一篇论文都是读好多次 很多论文是一次就丢掉了 再也不读了 有被我读完的论文 通常都读到第七次第八次 我才把它读完 一轮一轮 慢慢后面会跟你讲 我都是跳着读 跳着读什么 我只是在那里浏览 看他有没有再回答我的问题 我是用滚雪求失的方式 我刚开始接触这个问题 我只有非常poor的knowledge 和一大堆的想像 然后我的想像 有一大堆是对的 跟一大堆是错的 还有一大堆是空白的 或空格的 填充题的 我是拿他来 我问自己一堆问题 然后我把它拿来当填充题 读完就把它填充一次 填充完一次 我的知识的level就高了 利用新的horizon 我把筛选 我同时也把一些 绝对没有用 不相干的我已经丢了 我用我新的level的知识 把剩下的paper再读一次 读第二次的时候 还是一样 我是我在我新的level上 我create新的问题 然后读他们来回答我问题 所以当我第二轮读完的时候 我知识水平又更高了 高了以后 有一些论文又被我丢了 我这样子读个三番两次 我大概读到七八次 我到第八次大概只剩下 三五篇论文 我读的是非常的精 非常的透 而我检验过的论文 上百篇 所以我有把握没有一篇漏掉 所以你要这样一轮一轮一轮的读 所以不可以一次读懂全文 要分好几次 所以你永远是提问题 来回答你问题 如果你不这样子读 你读论文是 永无结束的一天 文献回顾 境界说 三个初阶 第一 有能力找到有用的论文 这个太容易了 中心这个圆圈就是 把标靶 这个是回答你问题相关的所有的文献 你要全部都要找到 初阶 读了一大堆绿色一大堆论文 结果里面有一小部分是跟你问题有关 其他都不相关 什么人会做这种事 第一篇论文拿过来 脑筋没有在想你的问题是什么 呆呆的从第一篇就开始读 读不懂就去读十篇 十篇读不懂再去读一百篇 读到了最后 好不容易终于有三篇跟你有关的 因为你没有在问问题 读论文不是reading 读论文是thinking 大学毕业后就要有想事情的能力 如果你大学毕业还不开始学习想事情 读文献永无了时 初阶第二阶 你阅读的范围粉红色这么多 你真正跟你相关的这么少 你果然把相关的全都找到 但是你读太多了 浪费时间 老板没有空等你 初三阶方块这一块 你读的蛮多的 但是一定要 你读的这个集合 一定要包含你所需要的集合 然后你比他多出的 尽量不要多太多 不可能刚好exactly一样 这个开玩笑 这骗人的 但是你要缩小这个范围 OK 所以勉强及格是这一个 然后真正好的是这一个 那看你往这里进到 这里进到多少 这个就算你的境界 你必须在这两年内练习这件事 我一个说是毕业生 毕业十年后回来跟学弟做谈 看学弟怎么做研究 听完以后就说你们那么混 像这样的工作 你竟然已经做了一年半 你如果是我底下的 三个月就非做完不可 他离开以后我就跟学弟讲 不要弃你 你为什么要来找我 你就是要花两年 学会人家三个月可以做到的事 以便你毕业后 你也三个月就做得到 这叫学习 学习的过程本来就是无效率的 通过一个学习 你的horizon 那个普通话的翻译其实蛮好的 你的horizon 你的水位高了 这个叫做学习 你们进来念硕士不是为了拿文凭 你们进来念博士不是为了拿文凭 你进来再教大花两年 如果你出去的时候 你这个人的气质变化抵不上同学在业界做两年 愿望 浪费精准 你该在学校学业界学不到的 不要在学校学业界擅长的 有一段时间 清华动机系控制组的学生 找老师只问一个问题 老师你会不会教我写coding ccode 他觉得很哀怨 高医生就可以自修学会的东西 花两年要来找研究所老师学这个 文献阅读这个能力 工厂不会教你 甚至连在大学老师都不一定会教你 刚刚那个叫做 为什么叫初阶 因为你把东西找到了 你有能力读完吗 也许你有能力把它读完 你有能力应用吗 你不见得有能力应用 好 读完了 你有办法 你有办法 找到 点字 来应用 就是读了这篇论文 跟我的论文有关 好 我就这样用好了 可以用 不见得巧妙 那是可以用 但是呢 就是拿来用 他刚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拿过来就把它解决了 高阶一点 发展或者转化找到的点子 什么意思 他用来解 某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所以他解的方法非常的复杂 可是老板给我这个问题 远比他的方法 他的问题还单纯 我可不可以把那么复杂 那么 general的方法 把它分析完 知道所以然 然后把它方法不需要的部分去掉 把它给 simplify 使他成本更低 或者使他执行的时间更短 这就需要一点分析的能力 这个包括在我所谓的文献的阅读与分析 所以我的标题里头有一个叫分析的动作 下一步你应该要期许自己发展出这个分析的能力 反正你在这里两年 其实以我来讲 我所有学生硕士两年 我其实就是在训练他们做这一件事情 让他们做这个事越做越有效率 只是这样而已 它自然就会产生出创意 更高阶 你把所有跟你有关的论文全部都读完了 你分解过他们所有有用的点子了 也分析过他们所有的缺点了 你知道这所有的方法 他应用的适用的场合 他应用上面的极限 他为什么有某些优点 是什么原因组成的 在什么条件下 他为什么有些缺点 这些条件是什么原因 什么条件下会造成 然后你把它们全部整合起来 回答我的问题的特性是怎样 根据我的问题的特性 这些方法的点子 应该怎么拆 拆解以后怎么组 组出一个针对我这个问题最佳的组合 如果你会做这件事 很棒是不是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在讲什么是 偷别人的创意 你觉得要有一个道德感上面的正义感 因为他们剥削我们 我们价钱只能够一半 我们时间只剩下半年 你既然这样剥削我 所以我应该怎么样 你怕一个抖闷的东西 本来我就应该要用 是不是 to be fair 这样还可以再有三阶的境界往上升 前面做得到 再来进阶 进阶 进阶叫做 你所有的论文都读完 然后呢 只找到一部分有用的点子 更高 找到所有的论文 而且找到了所有能用的点子 还可以再高了 读最少的论文 读最少的论文 就可以找到所有能用的点子 而且用最巧妙的方式把它组合起来 值不值得你们花两年学这样一件事 所以 我们看 我把它分几段 重新换一个方式 整理前面讲的东西 学图期 论文给他就开始读 读了没有一篇读得懂 读不懂就换一篇读 再换一篇读 一直换都读不懂 学很久终于初段 拿到就读 有能力读懂 读懂以后就开始报告 跟老师讲 老师这个论文在讲什么 再来往上一段 挑重要的读 报告的时候知道论文的重点 再往上一段 这个挑重要读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把它全部从头到尾读完 老师给我一个题目 我干嘛从头到尾读完 我发现它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点子 我这样大概跳跳跳跳跳跳 跳着读我就知道在这里 这个是我需要懂的 我要懂这篇论文的这一段 我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从头到尾读完 总统的文章的组织结构 跟文章的组织结构 完全不一样 总统的文章呢 好几个段落 我一个方法通常是继承了好多个方法 我有时候我读到一个方法的时候 我发现最重要是 不是这个paper的创意 是它引述的前面那个方法是我需要的 那如果这样 我这篇论文我就不读懂了 我就跳到最后看reference 是某个reference 我就把那个reference就找出来 这个reference解决了真正我需要了解的 我就从头把它读一次 没有一段我读得懂 没有关系 每一段 都是引述一篇以前的paper 我找出这一段这个方法的创意 最早最早的那一篇论文 你看现在这一段 一段只有五行在讲一个方法 好 可是如果你可以找到它original的那一篇 他会用多少篇幅把这一段讲完 十八页 读五行看懂一件事容易 还是读十八页看懂一件事容易 十八页 所以我有时候我的key reference是某一篇论文 其实我里面的字都没有读懂过 我就是翻了一下确定 好 我就是要它 但是我不读它 我为了懂它 我应该是找出七篇original paper 把那七篇读完了 回来再看这个paper 我最后reference site 是site这篇paper 但是其实我读的是另外七篇paper 所以你需要有能力决定 你该读什么来懂这一段 不是读这一段懂这一段 是读别的来懂这一段 听起来有没有像中医 所以你是挑着读的 好 第三段 挑重要的读 有能力分析论文的优缺点 看到没 第一段是什么 搞不清楚轻重 一个人报告两个小时 搞到老半天所有人都累得要死 因为你没有重点 第二段的时候 你可以一篇论文报告半小时 老师一听 好 继续追踪下去 或者老师一听 不对 这个不能用 要不然老师一听 不行 它有一个缺点 我要你找另外一篇paper 它是具有某个优点 然后它可以不具有这个缺点 你只能谈重点 诶 这个能力 presentation能力 是在我讲的文献分析 以回顾的能力中的一部分 和presentation 为什么要去念presentation 你这个出去工作 你这个部门运气好 老板给你东西超前进度 那当然大家讲凭能力 你口才好不好不重要 你这个部门业绩不好 怎么办 业绩不好烤鸡可以很好你知道吗 怎么可能 当然可能 老板来直问你 下礼拜给我一个报告 我要知道为什么落后进度 30% 老板很忙耶 你不要讲一天给他听 两年的计划进度落后30% 给你半小时报告 你要有能力半个小时一讲完 老板一听惊为天人 原来我找到了一个天才 再给你两年 你有没有这种能力 到了你学位口识你就会知道喔 我的学生学位口识就是要求他 就是一句话很简单 说事论文 报告半个小时一定要结束 我学生刚开始都很受不了 老师我做两年耶 好像不讲到两年他不爽 我都两年耶 包括各种辛苦也要报告一下 对不对 你要知道如果你拿得到硕士 从此以后可以听你讲话的人都很忙 没有空听你讲 我在见乔 每个月见我老板一次 十分钟 七分钟讲我完成什么 三分钟讲我底下要做什么 然后老板永远只有一句话 他也没空我也没空 你想办法自己解决问题 简单一句话就这样 皇家学院院士 而且因为对国家贡献重大 所以封为爵士 他代表大英帝国在全世界做各种谈判 哪有空听你这个小伙子 谈那一堆不要紧的事 没营养的事 对不对 他每花一个小时他的决定就是几亿台币 你论文出不来 再念一年大不了一百万而已 所以有重点 但是这个还只是知道论文做了什么 没有能力分析论文的优缺点 第四段 有能力分析优缺点 而且有能力讲这个优点在什么条件下 一定可以成立 也就是哪些应用场合 用下去这个优点一定会保留住 不是说这个论文有这个优点 然后到你的应用场合你的产品上 他仍旧有同样的优点 不必然 因为这个论文假设的条件 在你的应用的场合里头 你就不具有那条件 所以你看我为什么可以那么多论文 啪就把它丢掉 因为我读论文我第一件事情 大概看一下跟我问题相关 下一件事 我从头查到尾 我就查他所有的假设 他的假设 严重背离我的假设 我觉得补救困难 这个论文我就丢了 他的假设 涵盖我所有的条件 比我还复杂 是适用的 就先留下来 我光是用我的问题的特性 作为筛选标准 我可以筛选掉非常多的论文 所以你的问题有什么特性 你知道不知道 你不能说老师我连这个事都不知道 我要从学术文献来回答这个问题 拜托 这不可能的事情 好不好 天底下不会有人有那么先知 老师 早二十年前就知道有某某人要念硕士 老师给他是这个题目 所以为你把这个题目写了一篇 不过就算有没有用 我刚刚说过 我发表过你就不能印 所以你要知道那个优 不只是要知道他的优点在哪里 你要知道是什么条件下 他可以具有这个优点 你才会知道他跟你 是不是relevant 你也要知道他有什么缺点 这个缺点在什么条件下会出现 所以你的应用场合 刚好具有这个条件 你会有这个缺点 你不是一定不读哦 你要记得 那我通常我读完论文的习惯就是这样 我会上面贴一个那个便条纸 3M那一种 因为我都是纸扁的 现在因为都是PDF档 蛮方便的 我就在PDF档上面我就会写字 其实我的论文只要被我读过 就会开始写furnote 一句一句写上去 因为这样子翻很容易就忘记了 你如果看到我只贴了一个furnote 就代表我读过一次 如果看到有两格 就代表我读了两次 你看到我贴了五张 那你就知道它是我重要的reference 所以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你才有办法 很有效的使用你的时间 最高段 你要有能力从宏观的观点 来评论论文的优缺点 它的贡献跟它的价值 它的优缺点的成因 以及改善的可能性 以及它的关键的困难 假如第五段你有了 我跟你讲 你就知道给你一个题目 相关的论文在哪里 有用的点子在哪里 然后你只剩下一小段路 叫做把这些有用的点子 整合出来 提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就这样了 你需要创意剩那一点点而已 所以我以前常常跟人家讲 我们后晋国就不是老大 我们就是老二 你知道验行理论吗 验行理论就是带头鸟 会飞得很累 然后所有的其他鸟 要跟在它的异间 就会很轻松 所以燕群在飞的时候 带头鸟是轮流的 因为太累了 我们既然是老二所以被剥削 我就常常问人家 你有必要像老大这样飞吗 你有必要花15年去研究一个产品吗 你是老二嘛 老二要有老二的办法 老二就是要怎样 不要搞代工 那个不叫老二 那个是老妖 老二是什么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搞创意 懂不懂 还是要创意 但是善于利用public domain的知识 所以文献回顾 可以帮你培养这五种能力 我不讲细节 你该如何组织你的资讯 如果我进入一个领域 我什么都不懂我怎么办 你要有能力分辨 academic literature 它的资讯阅读吸收的难易度 由简单到困难 这样的阅读顺序是最有效率最顺利的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问题 你的第一件事情绝对不应该进实验室 如果你有一个老师给你一个问题 你第一个该想的事情 永远是想 硕士生开始所有的学习的第一个动作都叫做想 不管你去读还是去问 都应该是回答你的问题 如果没有能力想问题 你绝对来不及了 所以当我也有一个问题想要解决 我第一个问题 比如说 厂商来找我 他想要发展一个X-ray 3D扫描的技术 因为他要做焊点的检验 他要看焊点里面有没有气泡 他要做3D reconstruction 我的第一个问题 这样技术是否曾经有人发明过 假如有就找文献 懂不懂 假如有你就知道往哪个领域找文献 有没有哪一位可以告诉我 我刚刚讲的那个问题 有没有人发明过 举手 你们好像奖品还没用完 谁回答对就再给他一个奖品 有没有哪个领域曾经做过这件事 你一定要会用你的尝试 我跟你们讲 最好的研究人员是会使用尝试的人 懂不懂 你们的尝试都已经很具有专业性了 CT scan 听过吗 电脑断层扫描 没听过这举手 就叫电脑断层扫描 是不是 我解决那个问题 我跟学生讲 这问题不难 医学院已经方法都有了 我们只要克服一件事 医学院做一个电脑断层扫描 要用super computer 跑4小时 我们要用PC 在20秒内把它保出来 你只要把计算时间减3个order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有一年的时间 这就是一个good start 懂不懂 我就去找CT scanning相关的东西 第二件事 有没有谁可能去做过这件事 没有 蛮不幸的 为什么呢 那一年这个厂商终于好不容易 拿到Intel 它直接全世界survey 有没有人愿意开发这产品 我们是跟全世界好不容易 终于站在起跑点上的一致性 但是也可以说有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家厂商 我们是要用更快的方法 但是它有一个方法是很慢可以做到 而且它应用在半导体产业 找了一下那个方向 没有有用的东西 因为公司的机密是不发表 最后认了 我们可以参考的就是医学文献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 谁会 问来的知识绝对是起步 从毫无水平 要长上去 要培养你问问题的能力 从一个有大学的 common sense的人 要成为知道某个领域的入口的人 最快的方式就是问 identify who is the expert in this field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研究 其实都是跨领域 如果老师要你做一个学术性的研究 想办法把理论性的研究 想办法把这个问题 变成数学系的问题 你就绝对可以在数学系找到 有一个人懂这个数学 找到他 关键的资讯找出来 你就有一个解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数学 绝对是在工学院里面非常受欢迎的论文 有很多这样子的窍门 要懂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因为我们都是侏儒 不要怕 站上去就比巨人还高 那你找到feel以后 这是进了门 进了门以后 你需要更快的进 你在这个新的领域 你是一个beginner 你知道在这个领域 然后你要开始去吸收知识来回答你问题 最容易 你要最好吸收的是什么 按难度分 容易度分 教科书最容易吸收 所以第一个是去找教科书 有没有谈这个问题 有他一定写的最清楚 最好读 不见得最up to date 但是你的第一个动作不是most up to date 你不要呆呆的 你不要一直想说我是禅宗 禅宗都是靠一句话就可以顿悟 甚至一个微笑就顿悟了顿悟了就了了 台湾人都很喜欢当禅宗 所以我就找到一篇2011年发表的论文 我把那篇论文读懂了 老师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你读的回答同一个问题 读的页数越少 读的时间越久 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 页数越多 读的越快 页数越少 读的越慢 所以这个问题先看教科书有哪些地方回答这个问题 你已经从expert得到一个关键字 你问他 这个我如果要读关键字叫什么 那就把textbook拿过来 编得好的textbook 后面都有一个grocery 看一下你的那个关键字在不在 如果在你就知道是第几页 我不在这里跟你们讲读课本 其实我读课本的方式是这样读 我找到关键字 我就翻到那一页 把这一页 这一段标出来 然后我就读 读了以后我就知道这里有哪几个字我不懂 每一个不懂的字我就查后面的grocery 再往前面查 所以我第一次读课本的时候 我一样不读懂 我只是在查 这里有哪些关键字 就这样往前一直查 然后我就可以标述出来 从第一页到我要的第269页这一段 为了读懂269页 我所要经历过的所有的关键字 我就可以排出一个像跳棋一样子的一个pass 一个reading pass 我可以只读 我到269页 我可能一共只读了78段的文字 但是我非常非常精准的把最后的这一段就读懂了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同样是在读课本 当你是硕士生 你的读法就不是大学生的读法 不可以从前面读到前面后面 一定要跳 好 接下来 有一些专书 他有附完整的参考书 这个叫source book 这个已经是给相对的expert OK 是这个领域的人 他的目的不是让你什么都懂 他的目的是让你知道 这个领域内所有的问题怎么定义 定义完以后他的关键的reference在哪里 你可以去找这个 他会给你比较快的reference 再来professional magazine 因为这个是具有推广性 所以他都设定大学毕业生就读得懂 这个magazine的style就是这样 一定要大学毕业就读得懂 然后编辑才会放他过 有任何一个字是大学生读不懂 编辑就会请作者补充说明 所以他相对的就等于是self content 然后你就利用这个过程来拉排你自己的水平 再来有一种paper叫tutorial paper 我不跟你们讲细节了 图书馆咨询服务台 你们有咨询服务台吗 咨询服务台问tutorial paper是什么 那是相对容易的 它是给beginner读的 很容易读的paper 然后再来是monograph跟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会有很完整的文献回顾 尤其认真的博士论文 只要找到跟你这题目相关的博士论文 把它那个reference一读完 你就不用再做文献回顾了 再来是review paper 或者叫survey paper 所以我在查那个google scholar的时候 我通常keywords进去 我里面会再加一个字叫review 我任何一个topic 刚开始我后面都会加一个review review可以很短时间内 帮你把所有相关的方法 做一个清楚的分类 也就是分派别 review完以后 你就会知道 那我属于某一个类型的问题 你利用这个review paper 你也在学习了解 在这个范围领域内 他所有的方法是怎么被分类 方法的特性跟哪些关键的因素有关 你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学习 再下来叫做channel papers 最难读的叫做conference paper 因为他业数最少 那所以你要通过这个程序来build up 你reading the capacity 你understanding the capacity 那阅读论文 所以我已经讲了 没有问题就不要读 所以阅读论文的秩序就是回答问题的秩序 第一件是你要问自己 这个问题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他 老师给你的题目 他有哪些限制 所谓的给定条件 就有些资讯你可以用 有些资讯你不可以用 有些东西是available 有些东西not available OK 比如说像我的那个AOI的题目 我的解析度 可以比医学的解析度还差 但是我的时间 必须是医学影像的千分之一 这就是我方法特性 OK 所以呢 只要有能力解这个问题的paper 对我都有参考价值 但是我要在里头寻找 他们如何减少时间 那个窍门在哪里 那我就问题的特性知道了 这个问题有哪一些重要性 比如说它有哪些应用的场所 它有哪一些价值 这两个东西 这个问题它的主要的诉求 它想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 这三个问题 你可以问你的指导教授 接下来你读paper的时候 你要确定这个paper 跟你的题目相不相关 你看就用这三个 这一个paper在讨论的问题 假设什么条件 然后它这个论文 希望产出什么 你如果发现它假设的条件 跟你严重不合 不用念 你发现它要产出的那个目标 跟你严重不合 不用念 虽然你在做image processing 它也做image processing 不要理它 那通常这一个假定条件 跟产出的东西 它往往大概在它的title 通常都会去尽量反映这个特性 所以有时候一看title 就可以把它删除掉 再来 那个paper写的次序 其实是很logical 接下来就是它的abstract 我常常讲abstract是什么 abstract就是广告词 abstract就是一张支票 我通过abstract我要告诉我的读者 我这里最重要的 我解决什么问题 我用什么方法 我最重要的优点成就在哪里 三个问题都会在那里写完 你会读paper你就会写paper 你如果不会写paper 其实是因为你不会读paper 这三个东西读完 你就有可能把一堆东西丢掉 你不确定 你还无法确定这个paper一定是你要的 接下来它就一定有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就要怎样 进一步说明 我前面那个等于是开一张支票 我吸引人家来读 然后最后我的论文没有达到 我前面promise 你在journal paper review的那一关 就会被人家丢掉了 你夸大其词 所以你前面开的支票 你后面要想办法去兑现 其实后面写的都是在兑现 好 你有那么重要 你这个问题 你讲了这是什么问题 我解什么问题 我用什么方法 我达成什么结果 人家马上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解这个问题 有一个doubt 你为什么要解这个问题 所以introduction 过去的习惯 introduction一定要写 这一个问题的significance 它有什么价值 它的价值 在工学院价值一定评估的方法叫做 它应用在哪些场合 所以比较晚期的journal paper 它不回答说 这个方法可以用在哪里 可是它site的更早的journal paper 在60年代的习惯一定会回答你 我这个东西跟产业界有什么关联 然后呢 它一定要跟你说它很重要 我那么重要 那么重要 为什么会轮到你来回答 它就会隶属过去 谁先解决处理这问题 用什么方法得到什么成就 留下什么缺点 第二个人又去处理它 用什么方法解决了那个前面的缺点 但是留下一个什么缺点 他就这样隶隶属给你 这个不是流水账 会写的人真的非常的关键 一个introduction看出来 看完你就知道 原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关键是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 你就知道了 然后如果你最后想要读懂 这一个journal paper 你就照它introduction给你的指示 最关键的paper都在那里 每一个关键的步骤是谁解决的 通通都有 所以其实会审论文的人 光是看人家reference怎么写就知道 这是高段还是低段的人 影球大选 其实通常影球大选看完 那么多人做那么大的贡献 那为什么还要轮到你来解决 最后一定有一段 留下什么问题我要来解决 我要用什么方法 所以论文有它的结构 每个结构是很精准在回答某些问题 如果你知道它的结构 你就知道你有什么问题 应该在哪一段找资讯 好那前面大概都在这里 那么这个问题的主要的困难点在哪里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主要有哪些种类 这些方法主要的优缺点是什么 你阅读论文再回答这些事 到introduction大概这些都讲完了 然后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一个paper不足以把所有相关的解决方法都讲完 可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是 每一个论文你一定要讲它们的相对优缺点 解一个问题 同一个领域同一个branch 通常存在有好几个方法 不同的方法一定有不同的相对优缺点 你是个beginner 你是一个不成熟的researcher 你根本是个学徒 你有没有能力判断一个论文的方法的好坏 可以 如何判断 不能够凭聪明 我已经讲了 我就是不教人家怎么变聪明 很简单这样讲 你为了发表论文 你一定要指出别的派别的缺点 你一定要指出你这一派的优点 所以如果你读少林派的人写的文章 少林派一定会把少林派的优点 一个一个交代清楚给你 你就一个一个把它抄起来就好了 然后少林派一定会跟你讲武当派有什么缺点 你就一个一个把它整理起来 会整就好了 然后少林派会顺便讲一下空洞派有什么缺点 武当派会顺便讲一下俄眉派有什么缺点 你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有效率的去会整完 你就可以做到我在剑桥石破天经的一集 我其实没有做什么 我出国前念了一年论文 把我那个很宽广领域的 所有主要论文的主要有缺点全部整理完了 所以当那个教授抽论文出来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读过 我只是听完以后就知道少林派 刀剑一定不好 拳脚一定强 内功一定厉害 是不是 大不了多一个大力金刚子 我就是其实就是根据这个方式回答他问题懂不懂 我跟你们讲 你真的会做文献回顾 然后认真做过一次以后 你会感慨一件事 原来天底下聪明的人真的 也就只有这么聪明而已 大家都是像类似的东西一直在重复在用而已 所以我一直在换不同的领域 换到国科会的那个承办人员 都已经不相信了打电话来 彭教授 你那个专长领域今年已经 你是基建系的 你去年填电机 今年已经填到资讯系 你有没有填错 我说没有啊 我解决问题就是需要用资讯讯的方法 我也没办法 再过一阵子 彭教授 你的专长领域已经变成医学 你是医疗仪器 我说我也没办法 我做的是电子产业 可是我可以参考的文献全部都是医学的 你要会活用 好 所以论文的组织架构 你要知道 你才知道去哪里找资讯回答你问题 所以object 我讲过了 introduction我也讲过了 man body 这个论文的核心的部分 它会定义清楚 清楚定义给你 里头会偷偷藏着它的假设 你要自己把它给整理出来 那如果是那种数学用的很多的 我最喜欢 你只要看它关键的几个定理 它那个定理都会非常清楚的把它的condition 跟它可以导出来的result 就写在一个定理里头就写完了 所以人家都常常讲 我那个纯述的论文最难读 我最不喜欢读 我最喜欢 那一篇paper下来 我连那个abstract abstract我也不读 introduction也不用读 我就看它 那那个定理 要达到定理 通常都是真的有份量 差不多四个定理 四个定理读完我就知道 原来宝贝是第三个定理 第四个我不需要用到 好 第三个定理 我就把这个paper归当 这是我未来一定要读懂第三定理 就这样 我就继续去搜寻别的 要读的时候 我做工作都是有层次的 第一个层次 把要读的论文找过来 需要key reference找过来 第二个 把为了读懂key reference 所需要的扩大的reference找出来 第二个层次 第二步 第三个步 把这些材料按阅读的次序排出来 我不会每篇paper都把它读完 每篇paper都只是为了得到一个核心观念 为了得到这个核心观念 要读的哪个段落 我就标一下 左边画一条 我常常画那个大幅 大挂幅画一下 然后写1 那常常编号 编到第7 最后呢 发现有一篇paper是我 阅读顺序应该第3 那怎么办 就3a 3a完了以后有3b 3b完了以后发现 还有一篇要在3b之前读 就是3a-1 所以我那个编号都是这样 一直编下去 你要养成这个习惯 编随手翻论文 就已经随手在告诉自己 我以后的阅读次序是什么 所以那个论文这样翻过一次以后 阅读次序就出来 就马上把它读完 读完以后 就开始分析诱缺点 就准备做整合 ok 那么 所以main body里面 其实老实讲 最难懂的就是main body 如果它不是数学式的写法 那你不用管那么多 你弄清楚它的问题定义 弄清楚它的假设 方法原意不要理它 因为那个太难了 你只有你确定这个论文 我一定用的 有点子需要被我用 我才把它读懂 ok 所以我通常是这样 我参考过500篇paper 我有读完的常常只有5篇 但是为了懂这5篇 我可能另外读了24篇 一共而且也不过30篇 但是我这个feel 所有关键我都知道了 那定性的描述会在main body 那效果好不好 在result 会有定量的方式来告诉你 他做的好不好 不过 我这里只能带到一句 会写论文的人 这个result 都在凸显它的优点 都不凸显它的缺点 它的缺点 一定要你通过它的方法 自己重新思考 这个方法最可能出现的弱点在哪里 然后你再去看它的example 你就会发现 该出现弱点的那个情况下 它刚好它的example 通通避开了 你就可以有把握 真的 非常高的机会 它那个地方会出弱点 所以你要有办法就是 文献回顾完了 人家优点缺点你就知道了 你不能用那种 我知道最笨的一种方法就是 读了一篇论文 实验室里面什么设备都有 好 开始做实验 就会知道见真章 一个实验 把东西买过来 把东西做 就算所有东西都在实验室有 一个实验要做出来 arrange要多久 对不对 你又要读懂它 又要implement它 三个月可能就过去了 这不是一个有效率的方法 conclusion通常不太需要看 基本上再重复abstreet讲过的话 所以你要知道是这个结构 然后你有什么问题 你应该去哪里找 我一直在讲 你是零碎的读 唯一的组织结构就是你的脑袋 ok 好 再来是一个完整的流程分析 我们看一下 你一般来讲 大概你们要做的题目 通常都有机会找到review paper 只是说它的时间到底离今天有多近 但是不管多近 你还是得要想办法从review paper 先开始学会一些基本的分类 和一些问题的基本的重点的一个整理 然后从这个review paper 找出跟你最相关的30到40篇paper 因为这个是你有能力handle的量 超过40篇老实讲 你不太可能整理了 所以你会越读越乱 无论如何不要超过40篇 如果你的前面40篇没有涵盖完整的set 没有关系 读到后面你自己的知识 对这个领域了解越深 你就有能力越来越扩大 OK 边先想再读 边读边想 想完再想出 要读什么 这样子一圈一圈的扩大 读一篇paper 一个层次一个层次 越读越细腻 读paper的范围 从最核心最相关的开始 慢慢往外围去扩大 OK 然后呢 你利用这些 这三四十篇的paper 你去整理它的abstress 跟它的introduction 它们合起来的总资讯 一定会告诉你 在这个领域里头 所有的重要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我前面讲了 每一个论文都要宣布 它的贡献在哪里 每一篇论文的introduction 都会去指出 每个关键的reference 它最主要的突破是什么 你如果认真把这个资讯整理起来 你没有读任何数学 你也没有读这个领域内 任何困难的东西 因为abstress跟introduction 它都会尽可能要吸引最多的读者 它会避免使用没必要的terminology 它通常会比较是有清楚物理概念的 一个feel里面的特殊的terminology 我经常没有物理概念 所以你即使念完大学 也对它没有想象的能力 可是abstress跟introduction的字 绝大多数是你有理解跟想象的能力的 所以你的能力刚开始就只有这种理解吸收水准 你也就只要读这个部分 你把它整理完 通常你就已经可以对于不同的派别是如何分派别 那就是这些方法的特性是如何被人家 这个领域内的行家做分类 然后这些派别根据他们彼此揭穿对方的丑态 以及炫耀自己的特点 你就可以做出一些基本的分类 这些分类完了以后你知道一个结果 你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但是没关系 你已经有点像这个领域内的专业记者 听多了就会讲 虽然不是很懂里面的窍门 但是我已经知道有哪些派别有哪些有缺点 我就可以更进一步更精准的来判断我要解决的问题 十几个派别可能只有两三个派别跟我有关 这两三个派别内有复杂的师承 这个师承里头关键的key reference 经常被引述的是哪几篇我就差不多知道了 我就回过头来去看那几个key reference ok 然后呢 你一方面你前面找的不见得齐全 但是你通过这个派别的判断 以及他们的后面的reference 不是把这个reference每一篇全部都找出来 不是这样 是你发现在这个key reference这些派别里头 都会引述到某些关键的paper 就是你大概查一下我是这两个派别里面的某几个东西 然后发现他们都撕成某些人 那这个被撕成的某些人我要把它补回来 以便我在这一步骤漏掉的会在这个步骤被补过来 完了以后你重新来逐派细读这个论文的abstract 跟introduction 因为你这些全部都弄完一次 你刚开始是一无所知就这样开始读 所以你的理解能力很差 但是当你把这个东西也补齐读完了 补齐过一次了 你已经有一些模模糊糊的知识 不是很精准 不是well organized 所以你把他们的abstract跟introduction 重新读一次 你可以很精准标定每个派别的缺点 特点跟它的关键的reference 那这个时候有可能还漏一些 没有关系 后面的步骤再去扩大 可是一般来讲 这个步骤如果做得好 大概70% 80%的key paper 已经被你抓到了 再来 只要先读一派 把一派读懂了 你就可以用读懂一派的方法 很快的复制去读懂别的派别 不要一次很多派别一直读 那个很累 同一个派别的paper 它会有前后相乘的累积效果 它的名词会有继承的作用 你集中读一个派别 你需要懂的terminology比较少 你跨派别 同一个terminology都有可能有不同的意思 会搞得你糊涂掉 所以先读一个派别 所以你锁定一个派别 你大概读它paper的main body 知道这个paper 这个main body 它大概在解决什么问题 它把什么问题讲得很清楚 什么问题讲得不清楚 你其实只是要知道这件事 不是要读懂 而是要知道这里头可以协助你懂什么事 然后你全部都弄过一次 你就会知道这里的阅读秩序 这个时候你可能突然发现 另外有十几篇的paper 可能是我读懂它们所需要的 但是我在前面那一轮我没有标示 那没关系 那你就把它再加到前面上面去这样 好 你标了这一个大概的阅读秩序之后 接下来你第一次读你的main body 最重要不是要读懂 很仔细找出这个每一篇paper去找出 它的这个适用 要应用这个方法 它需要什么条件 它有什么优点 这个优点前面有大概提过 但不精准 它的main body 它会很精准的告诉你 它的创意在哪里 你不是要读懂它 你只要找出这个资讯 要回答这个问题而已 然后呢 它最主要的 拿来应用的那个equation 是哪一个equation 或者是哪一个关键的step 或者是哪一个关键的formulation 然后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你要focus的地方 它的如果有一个equation 是它最重要的应用的equation 大概 懂这个equation怎么用 你就知道这个paper 如何可以被活用 懂这个equation所有的假设 你就知道这个paper 所有的局限 但这个equation怎么来的 不知道 没有关系 现在还没有到那里 你要读懂一个paper 一定是最后阶段 才真正弄懂它 什么阶段 你确定 你要吸收它的点子来用 那个时候 你才从头到尾搞懂它 另外 你都只是一直在判断 它能给我什么资讯 它能帮我什么忙 所以前面那几轮 好几轮 通通都只是在回答 它可以帮我做什么 我们刚刚讲到这里 好 把这一派的东西 一整派每篇 关键的那几个 你列的paper把它读完 你重新再综合整理一次 这一派它的特点 它的优点 它的局限 你要开始想 因为你这个时候 你已经读过了 它更精准的资讯 你还没有读懂它 不是完全不懂 也不是一无所知 你可能它的 关键的一个定理 你已经有想过了 它有一个关键的equation 你不管它怎么来的 但是你前后文读过 你知道这个关键equation 每个符号的定义 所以你已经对它 它有更精准想象能力了 你要去思考一下 根据你所获得的资讯 现在已经更丰富更精准了 你认为这个阶段 你认为它的特点是什么 它的优点是什么 它的局限 它的可能的缺点是什么 所以读论文像在做什么 像电影 你看电影的时候 电影有两种典型的方式 来开常白 第一种典型方式就是 一个女生的脸孔很漂亮 或者说一个女生的脸孔 很漂亮而且在哭 一个很漂亮的脸孔 上面满似伤痕 引起你的兴趣好奇 然后镜头慢慢拉远 这个叫zoom out 扩大视野 一篇paper有时候是这样 zoom out的看 因为它的这个东西吸引我 所以我要问 它的假设在哪里 它的应用场合在哪里 它的局限在哪里 这是一种zoom out的读法 还有一种叫做zoom in 那个电影一开始 就是鸟看一整个城市 然后呢 就看到那个中央公园旁边 有一个特别 建筑密度特别低的 一想就知道是什么 豪宅区 到了豪宅区 果然一个豪宅 然后呢 这个门墙丧 然后进去里头 然后里面有一个女生 然后在哭 这叫zoom in zoom in呢 是看了零之后 来仔细看目 没有什么见树不见零 见零不见树 永远是什么 zoom in zoom out zoom in zoom out 看你当时的问题是什么 但是一个论文 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 zoom in zoom out 但是大致上是从最远开始看 你一开始知识不精准 你对论文的阅读一定是模糊的 细节不充分的 然后就这样zoom in zoom out 然后慢慢zoom in 慢慢zoom in ok 等到你最后看到它detail 那就代表这个论文是 你确定 它有点子 你要用 所以我就要把它detail弄懂 好 在这里头以后 我就锁定 我认为其次相关的流派 然后在这个派别内 我们重复前面做过的这个动作 然后你把几个相关的派别 你有可能在阅读的过程不小心 因为它的introduction 你现在判断能力越来越强 判断能力越来越精准 所以你有可能在阅读这一派 或者第二派的introduction的过程 你发现你原来锁定的三派 其实是错的 第三派根本是你不该读的 是有另外一个叫第四派的 应该拉回来当第三派 边走边校正你的想象 大学生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 永远等老师教 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象 这个叫做passive reading 被动阅读法 你必须要是active reading 想象 推理 猜测 然后用阅读来回答你的猜测 我学生就说 老师 我怕先入为主的概念 我如果不小心想错了 后面就越想越错怎么办 绝对不是 你猜的错的越离谱 你越读论文的时候 印象越深刻 你猜对了 没有印象也无所谓 所以我读论文速度 比学生快非常多 学生都傻在那里 因为我会猜 你们其实已经大学毕业 而且如果你的大学程度不错 老实讲 你有一定的猜测能力 你到了博士生还不用猜的 这个博士有够训 如果说已经硕士毕业了 你猜测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 读一篇论文呢 很多可以猜 我可以猜到什么程度 我指导学生的时候 学生报告论文 我根本没有读过 他讲完 我说你什么地方 我就跟他讲 你某个地方一定弄错了 把paper拿出来 现在又刚好电子打 你刚刚讲的那一个在第几段 在这一段 读一次给他讲 你看错了 我学生到后来都很怕 都吓一大跳 他读了一个月 后来读一个礼拜 才报告一篇论文 我一边听就一边跟他讲 你弄错了 因为我一直都是 边读边猜 边听边猜 我一直都在推理 但这个都还是叫做 active reading 真正你到国外去 老师要求你的不是active reading 老师要求你的是critical reading 读完就知道人家缺点在哪里 读完知道人家优点在哪里 有批判能力 有批判能力 很多大学生跟他们说 哎呀 你们才大学 才大三啊 你们没有独立判断能力 我气得要死 老师我20岁了 by law 根据法律规定 我已经有自主判断能力 你不可以看不起我 你还不会critical thinking 你怎么会有判断能力呢 那个是需要培养的 好 这个其实是第一轮 注意到我第一轮完的时候 我把所有派别也都读完了 我没有懂任何一篇paper 有没有哪篇paper我会用 没有 巧妙吧 我还只是知道他们有什么资讯 我还没有弄懂 但是我一直在增加我的了解跟掌握能力 我现在判断资讯是否有用已经很精准 我大概知其然 但是一直不知其所以然 可是知其然不难 知其所以然非常的难 所以我的前面的时间都投资在什么 广泛阅读容易读的 以便筛选出真正有用的 然后才开始攻坚 做最困难的事 也就是认真把它读懂 可是因为我在做简单的事的过程中 我培养出了相当的能力 我要攻坚就会比较容易 所以完了以后你看又来一次 综合前述资料 重新再回答一次 这些领域问题的特性是什么 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派别是什么 他们使用的可能的keywords有哪些 因为你刚开始的keywords不见得是对的 你读完了这么多 你对于他们可能使用的keywords 你掌握得很好了 重新搜寻一次 大概不会再有paper 这边也漏掉了 搜寻完 重复做上面的事 我跟你讲没有花很多时间不要紧张 几个月就过去了 就做完了 还没有任何paper被你真正读懂 完了以后才锁定你非懂不可的把它读懂 这个时候你已经有相当强的分析判断能力 因为你的理解力一直都在应用 中间不是读 是active reading and critical reading 所以你要去分析优点缺点那些东西 分析一个方法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 如果你是理主的 那我们讲起话来就很容易 高中物理 问你自由落体问题 从某个高度掉下来掉到某个高度 你要解出来问你这个 最后的速度是多少 基本上两个解法 一个是能量法 一个是力的平衡法 尤其你大义物理念过了 你可以用积分的 所以回答一个问题 有两个方法 会有两个方法都存在 就代表 一定彼此有相对优缺点 因为如果一个方法只有优点而没有缺点 那么会只有它存在 别的就通通都会不存在 很快就被都丢掉了 一个方法如果有很多缺点 没有任何优点 那它也不会在文献上出现 所以解一个问题 如果有四个派别 就代表它们各有不同的有缺点 那么你不要呆呆地问老师 那四个派别哪一个方法最好 没有那为止是 少林派有少林派的长处 武当派有武当派的长处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五圣 所有的功夫都会 现在碰到这个对手 你要怎么办 那就要看你应用场合的条件 身上刚好带着一把剑 是不是 对方的拳脚功夫比你还厉害 答案是什么 死剑 对不对 你没有带剑 对方的剑术非常的高明 怎么办 你还是只好用拳脚功夫 所以并不是诺贝尔讲得主的方法 就是你一定要用的方法 是最适合你这个应用场合的方法 才是你要用的方法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方法只有特点 没有好坏 然后呢 在你的问题里头 才有明确的问题 我们才可以开始谈好坏 力平衡法最大的好处 可以把这一个物体 随着时间所走的高度的轨迹 全部都可以解出来 一条公式就可以解完 但是它的难度比较高 能量平衡法最大的好处是 一次只能解出某个特定点的速度 它没有办法给你整个trajectory 那就要看你要的哪一种答案 你就用哪一种方法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整理 我的整理的方式就是这样 你读过文献 你知道在这一个领域内 所有的方法它需要去cover各种不同的特点 它要计算速度短 它需要忍受噪音 它的会有强光曝晒 它需要高解析度 有很多种人家号称优点 或者号称缺点的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的特性 我们就把它给清列出来 然后你有比如说有四个方法 你就要自己做评价 它们当然都有写 你只要照着去整理就可以了 比如说第一个方法 它第一个方面的特性它表现优异 我们打圈圈 第二个特性的考量它只是过得去三角形 第三个特性的考量方面 它是表现出色 第四个特性它表现很差 我们就做这个表把它整理出来 这就是方法 再来你就要分析你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你的问题是第一种应用 这个特性表反正都是大家在同一个领域 所以特性表在一起 你这个应用 你特性一 你不在乎 老子有钱 成本再高我都不管 可以 特性二 我非常的在意 我就是要速度快 特性三 打叉 我没有任何照训 我不在乎照训 特性四 我在乎 这个就是在乎不在乎 你可以画三角形 叫做最好可以兼顾 不能兼顾的话可以割舍 就看你怎么弄 好 方法特性表怎么弄很简单 我们来看这件事 方法一 你有这个特性 它可不可以应用在应用甲 要这样子搭配 懂不懂 我们看喔 应用甲在乎这一个 它会感受的 这一个优点 它对这一个东西 它在意 可是呢 它表现平平 这一个呢 它表现出色不错 它有一个缺点 我刚好不在意 这个部分 我在意的优点 它刚好有 这个 我不在意 它表现不出色 然后它另外两个表现很差 我不在意 你觉得方法一在应用甲 是不是极端出色 当然是 但是如果把方法一 用在应用乙呢 它的优点是我不在乎的 它表现得平平 我很在意 它表现得很好 我不在意 它表现得很差 我很在意 方法一可不可以用在应用乙 不可以 这样懂吗 你要这样子去搭配 搭配完 运气好 你根本就直接挑到一个方法 就直接用了 甚至呢 过来以后你发现 它有这个优点 我不在意 我所有在意的优点 它都有 但是它还有一个优点 是我不在意 那你就要做什么事 我就开始分析 使它这个优点可以成立 它是在什么条件下 那如果我这个条件 可以假设它不成立 整个方法会不会简化 速度会不会更快 成本会不会更低 我就要开始去 改善它 创意的方向就被 定出来了 你知道吗 读完一篇paper 分析一下 第二天就可以跟指导教授说 老师 我知道我的题目 而且我决定 准备这样子 这个paper 特性 方法的优点是这样 刚好有两项是我不想要的 我现在发现这两项 在它的方法 使它方法造成哪些负担 没必要的困难度 我现在准备把它砍掉 重新修改一下 变成新的 根据专利法 这个可以申请专利 这个太没有挑战了 是不是 可以毕业 没意思 那一年就毕业多无聊 有一点点挑战是什么 我这个应用场合 有些我在意的在方法一里头有 有些我在意的要在方法二才有 我要融合两个方法的优点 结长不短去克服彼此的缺点 那你就是要去分析 这时候你就要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那这时候你就要把这两个方法 从头到尾 精读 好 刚刚已经把这一个过程 讲过去了 大学生的坏毛病 我刚刚讲的过程也讲过了 要规划阅读的秩序 我跟学生讲 形容叫做爬峭壁 什么叫爬峭壁 你看 学生 大学生 天真 读一个conference paper 走最短的路径 但是就是爬峭壁 是不是 你在那边爬峭壁 爬不上去掉下来 爬不上去掉下来 人家从旁边走那个斜坡 三分钟就走到了 是不是 所以你如何来规划你的材料 要阅读秩序 这一段再讲这个事情 结语 你不要把硕士当公专读 硕士是学一个 让你的horizon被提高了 经过两年 你要变成不一样的人 文献回顾分析 教给你非常重要的力气 你学会这个技巧 聪明的人不会变笨 笨的人没有变聪明 但是变得很有效率 解决一个问题还是需要一些创意 但是他把解决问题 所需要的创意的含量降低了 不要觉得这辜负你的天分 你宁愿自己从头 自己从头想出来 但是你要知道 解决同一个问题 你的同事全部是用操的 而且合法 没有专利侵权 他半年解决 你自己从头 吴宗生尤开始 花了两年解决 你跟老板讲 老板 国外花了15年 历经三个诺贝尔奖得主 才解决这个问题 我两年就解决了 老板还是不喜欢你 你不要爱怨 那地方不是学校 那是一个讲 花多少成本 赚多少钱的地方 我们还剩一些时间 如果你们有问题要问的话 老师我有个问题 就是 老师你那个 就是在阅读的时候 思考是跳躍的 会不会有那个忘记 还是错乱的情况发生 就是你会不会有什么 管理的习惯 或者是 或者是操作的那个习惯 可以帮助你那个 诶 实践你的这样的方法 可以分享给我们听 谢谢 我现在变魔术给你们看 我的皮夹拿出来 一千元的钞票 每一张都是放在同样的位置 没有正反面不一样的 没有一千元的位置 是弄错的 全部都一样 你如果走近看 最外面的是最新的 最里面的是最大的 你如果再过来看 你如果看我贴的钞票 我贴邮票 上面跟左边的距离一定是几乎完全一样 误差绝对小于0.3mm 而且都一定平行边缘 你需要很好的生活习惯 我如果是穿有扣子的 我这一个扣子的这衣服衬衫的这一条线 一定对着裤子的这一条线 里面衣服一定没有任何打折 全部都是平整的 我妈生了我以后就开始这样训练我 我的电脑的桌面干干净净的 顶多只有一行 我的档案里面是family tree的结构 我要找任何东西 就是folder 一个一个一个那个tree 很快就是会找到 你要有这个习惯 那建立这个生活习惯 我才会跟你们讲 它是一个人的改造 所以你要花两年 值得 全部从头换过 出去的时候是完全新的一个人 我一个说事生 写毕业以后一年 教师节写感谢函给我 很有趣的形容词 老师我现在当兵 每当被长官骂 想哭 我就想 我从你实验室都有办法毕业 天下还有什么难事 要改变你的习惯 要有这样子的办清楚不清楚 其实在前面我讲的最困难 大学生最困难的是什么 忍住不把论文读懂的情况下 已经读了五六次 还不把他每个字都读懂 我那些优秀的学生 全部都几乎抓狂 可是他们硬被逼了训练半年之后 他到任何一个课堂去 第一堂课开始就问出很犀利的问题 老师都吓得要死 那个改造过程很困难 可是你必须要回 我这样有回答你问题吗 为什么要对学生这么残忍 因为老板更残忍 我没拿你什么钱 我也不是从你得好处 我逼你成为一个 有能力应付最艰难的工作环境的人 因为你离开学校那一天开始 你一定会知道 所有老板都只想利用你压榨你 没有老板想要培养你 董教授 您刚刚提到的都是以硕士生 如果是博士生跟硕士生在这个部分的话 是有什么差异吗 没有任何差别 实际上 当你硕士把这个事情做得够干净 博士班做起事情来就很顺当 假如说还有什么差别 只有一个差别 博士班挑战高难度的题目 硕士班挑战低难度的题目 但是硕士班至少知道这整个过程 所以博士班可能是做更少文献参考的那种题目 或者要有能力吸收 离你距离更遥远的文献的能力 有能力做跨领域的思考 什么叫PhD Doctor of Philosophy 什么叫Philosophy 有能力criticize你自己的每一句话 把你每一句可能有问题的全部挑出来 使得你讲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没有问题 也就是你可以justify everything you say because you have philosophy 这样的博士他还有第二个特色 博士训练做什么 Explore unknown 探索未知 老实讲 训练得好的博士 不该挂专长 他的专长是什么 研究未知 不过这个诚意我不知道是不是太高了 我发现其实很多名校的博士都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 很多指导教授是把学生当 利用的工具 没有好好被培养出 开发出这个能力来 我这样子训练学生 所以我论文非常的少 因为我花太多时间在训练学生 如果老师讲究论文 其实不该这样训练学生 对不对 Key Ravis 两篇问学长 然后你顺便把它加工做完 这样就可以毕业了 培养人才 跟写论文是两件事 我很多年轻的同事 我很多年轻的同事听不懂我这一句话 我常常跟他们讲 你是学校老师 老师是成全学生 你不是researcher 你不是intel的研究员 研究员成就自己 如果你在中央研究院当研究员 你的论文就是你的一切 因为你要成就自己 如果你在大学当老师 你必须做研究 但是你的成就在学生身上 而且不是论文 我通常衡量我的学生很简单 你出去时候的程度 减掉你进来的时候的程度 那个就是我的加工 我的附加价值 老师我想请问 就是在一开始在 就是在search很多资料的时候 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跟一个信念 就是我搜寻到的资料非常的多 可是我必须要吸收 我必须要慢慢的堆叠 那我是用怎样的一个信念 跟一个方向 让我确定 我这样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然后也可以 像老师现在可以组织成 这么完整的一个报告 报告内容 老师谢谢 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你必须对于你所接触到的资讯 你要有能力做分类 这是我讲的 你可以试着一开始就直接读tutorial paper 如果你刚好找到很好的tutorial paper 你可以从这里直接就进去了 如果你没有找到好的tutorial paper 其实是英国的学术圈很重视tutorial paper 美国学术圈不在乎这个东西 但是因为全世界都美国化 大家都非常的 不是功利 而是非常的肤浅 对教育没有深刻的认识 所以这些年来tutorial paper越来越少 60年代tutorial paper很多 不得已你就是去找professional magazine 或者是textbook 不过台湾的大学里头professional magazine 非常的少 所以你可以去找source book 但是台湾的图书馆source book 又很少 所以你只好去找textbook 但是textbook的成熟度深度都太差 所以通常你只好去找review paper 所以有很大的机会你要从review paper开始 然后从review paper里面去找出你要的那个可能的派别 就是不要一次就中敌 了解吗 roughly about就好了 应该是利用阅读的过程中培养实力 这样知道吗 一直在培养实力 读了增加实力 读了增加实力 不要急着马上一见中敌 你大概就可以 所以你从review paper先大概知道它是怎么分类的 试着读里面 你拆一下跟你关系最密切的是谁 试着把它给读一下看看 那国内学术圈我不知道 学术已经变成是一个 本来学术是公共财 意思就是说 有别人的学生想要来问我问题 我很开心 但是我没有空 我就叫我博士生回答他问题 这是个owner 可是在台湾我碰到的例子都是 某个人研究过打电话去 第一个反应就是 你为什么跟我要东西 我为什么要给你 要不然本来应该我前面讲问人是最快的 Beginning the step 但不要老是问人 老是问人是最糟糕的 OK 问人是为了在最短时间内 让你有办法自己思考跟阅读 当你开始能读 你就不要问人 我在做研究的时候 我一直有一个习惯 我能想我就不读 我能想不管可以想多远 我也不管他对不对 只要我想的过程是一个 reasoning process 是一个推理过程 推理有时候不小心犯错 一个证明题事后发现证明错了 但是他不会太离谱 所以我只要处于reasoning的process 我绝对不读东西 reasoning是对你最重要的 因为所有的reference 都没有组织没有结构 当你可以做reasoning 就代表你有能力在这个feel里面 产生属于你自己的推理组织跟结构 赶快去扩张它 所以读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能想 不是为了让你能懂 这样回答你问题吗 那你是不是有一位女生刚刚举手 老师请教一下 就是跨领域啊怎么样避免不专精 就是有可能学生程式也学了 然后细胞也养了 然后晶片也做了 可是最后做出来 两年做出来的东西可能不太实用 那不知道 想请教老师谢谢 碩士的学习的重点不是读书 我的标准你们听起来也许都蛮高的 不过据说你们是一流大学不是吗 五年五百亿有分到钱吗 我们用一流大学的标准来 我不相信你们认为自己不如台大学生 而且据说台大已经进入了百大 ok fine 我还是觉得人要挑战高难度的东西 或者说高难度的意思不是要你做到 让你知道你的学习目标在哪里 好 建桥大学的工学院 只要你大学毕业申请入学 职工博士 没有硕士班这个东西 没有课程 他们的理由很简单 你进得了建桥 你就是优秀的大学毕业生 作为一个优秀的大学毕业生 读课本已经读三年了 你如果还没有学会读书 你不该来建桥 任何well organized material 你都应该要自己能够读到 我常常跟我学生讲 我教他们的叫科学内工 读武侠小说有没有听过 一个小孩子 从小来的一个少林高生 看到他有病 就教他少林上层内工心法 练了十八年 临走还给他一颗 不知道什么丹 不小心又吃了一个什么火龙果 还是什么天山雪莲 然后呢没有任何招式 可是只要一出手 不小心打到人就会打死人 这叫科学内工 是一种思考的能力的境界的提升 硕士班没有必要重新学大学部的东西 博士班没有必要去学硕士班的能力 跨领域思考而不是跨领域吸收知识 会搞到跨领域什么都有学 什么都没得 因为你在追逐知识 你没有在追逐思考 知识是什么东西 我常常跟学生讲 从你大学毕业的那一天起 不要再背任何东西 所有大学习惯全部要丢掉 你们大学为了要进研究所 要背公式 要最短时间内把题目解出来 硕士班 你跟老师说 老师不公平 他进度比我快 可是他都是看课本的 我全部是用背的 老师会感谢的吗 你可以跟老板讲说 老板 我都没有参考别人的 不可能 大学毕后要记得一件事 你需要用的知识 永远不够 你说好 输到用时方恨少 所以多读一些知识 以便以后就不用再去找知识 你有够笨 当你所有知识都准备好 经过两年之后 没有被你用的你全忘光了 好 cos and 3 theta 等于什么还记得的人 请举手 为什么不会 这有多困难 很简单嘛 不用就不会 是不是这样子 每天用的东西会不会忘记 你为什么会用你的生日当密码 你为什么用你太太的生日当密码 你为什么用你太太的名字 打在keyboard上面当英文输入 这样当密码 每天用的东西 你一定会记得 所以有一种叫输入法 叫自然输入法 我是一个非常懒的人 所以我学生我都教他们一个叫自然记忆法 那就不要记 需要用的你一定会记得 记不得没有用的你一定会忘记 不用事前学 这是一个资讯的时代 你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叫图书馆 你要学的是什么 吸收思考搜寻的能力 你不需要任何知识 当你缺缺这个知识的时候 你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它在哪里 在最短时间内知道如何把需要读的材料读完 你会做文献的搜寻跟分析 这个能力有了你任何其他跨领域的知识 都不需要了 这样可以吗 信不信 不是很雅兴兴的回去想想看 我这样说算不算回答你的问题 好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老师前面之前所提的都是教我们怎样 就比如说 花比较长的时间在攻克魔王级的对手 那对付一些比较短时间 就需要有 譬如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就需要你提出一些想法的 小柔柔级的题目的话 有什么比较精简的建议 谢谢 凭你的本事 那个东西不是硕士班的训练的目标 那个东西是大学毕业出去了 或者你就有能力对付 或者你就没有能力对付 结束了 硕士班是为了处理比较高难度的东西 它要在短时间内突破高难度的东西 我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东西 我跟工研院接触过 我跟不好意思告诉你科学园区的哪几个 反正是很有名的公司接触过 他们里面是国外名校的博士 我发现他们做的东西 没有反映出这方面的能力 我觉得台湾产业之所以水准那么差 是连利用别人都还没有能力 连严谨的批判能力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这个能力可以拿来做什么用 采购 太阳能电池 为什么太阳能后面一定要加电池 谁告诉你太阳能的应用是一定要当电池 太阳能电池什么意思最后变成电 是不是 我为什么一定要光电板 我为什么不是极热式的太阳能 能呢 马上就有两个案 我刚刚有没有讲方法特性表 问题对照表有没有 是不是同一个方法同样可以这样应用 台湾为什么要发展生物科技 生物科技这个产业是要成功需要某些条件 台湾有没有这些条件 没有 所以在国外是很好的产业 在台湾是不是很好的产业 不是 你看看中研院 锁定的生物科技 连我刚刚讲的这个最基本的 strategic thinking都没有 这个东西在教你什么东西 策略判断 最短时间内 可以搜集 网络上可搜寻到的资讯 以最少的阅读量 做最精确的分析 做相对优缺点判断 两个产品相对优缺点判断 两个公司相对优缺点判断 两个方案相对优缺点判断 我每次都跟学生讲 做研究要有一个态度 给你一个问题 第一步找到叫做 feasible solution 可行的 有可能的 OK 第二个步骤 relevant solution 但是都要放在口袋里 你永远在想下一句 叫做什么 我有没有alternative 我有没有别的解法 当你有别的解法 你就要再回答一个问题 它是不是一个better alternative 如果它是better alternative 你总要先给自己这一段时间 懂不懂 每次有一个题目开始 一定要先想你可以有多少alternative 然后又是把这一套方法 再应用一次 分析相对优缺点 决定 那如果你在学术圈 决定 投资一年的时间 可以得到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哪一个 选哪个题目可以得到最大贡献 也就是发表在最好的期刊上 它可能的风险是什么 我刚刚有没有讲 用这个方法 需要知道它的可应用的前提 要知道它的优点 要知道它的缺点 你如果很擅长做这些分析 你是不是有机会在一个题目一开始 你就可以开始分析什么 我如果要成功 in the best 在最好的假设下 我需要什么条件 最好可以达到什么成果 要克服哪些难关 in the worst 最坏情况下 我可能哪些东西无法克服 minimum会得到什么结果 然后我愿不愿意花一年去决定这件事 博士班 最重要做这个训练 要培养出这个能力 这个叫feasibility study 可行性研究 在最短时间内 自己有办法去规划出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方向要有办法 连续出三篇论文 他要有那样的深度 硕士的研究只出一篇论文 没有远见 不需要远见 博士论文是要有能力看那么远 三年 这个题目可以让我挖三年 是挖五年 可以挖出三篇论文 这样好好训练出来博士论文 才构格领导研究团队 说是大学毕业生是什么 人家叫你做什么 就做什么 做出来的东西对不对 没有完全把握 有时候对 有时候不对 自以为对的 有些就是对 有些就是不对 做事毕业的程度是什么 给你一个题目 你说会的部分你一定会 你说不会的地方 你知道要问谁 所以你是一个可以被领导的独立工作者 博士毕业是什么 有能力判断一个投资可能的风险 可能的策略 可能的alternatives 选择一个最有机会达到终点的方法 带领一群硕士生 当硕士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你有办法告诉他去哪里找答案 所以我讲了一个很简单的说法 博士毕业是什么 降财 硕士毕业是什么 干财 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 有些是人才 有些不是人才 大学毕业在今天 你就是学会读书 至于会不会活用 不一定 看你聪不聪明 所以其实本来每一个学历 它有一个附带的 要达成的capability 是一种ability 学历给你的是 approve你的ability 不是你的knowledge 如果你博士毕业 还在跟人家比knowledge 代表你只有 什么水准 大学毕业 好 谢谢你们大家的耐心 最后一句话 我用过的电脑绝对不会有这个东西 包括 我实验室拿来报告给我听的电脑 我都会规定学生全部给我收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想让你们一来 往下再玩 你应该不会有这个主能 �员 你应该说 也可以问你 这么多